花蓮市民代表会 第21届第三次定期会 在11号上午正式开议 会议开始由市长魏家贤 进行施政报告 他以完善基础建设 强化社福关怀 传承多元族群文化 建设亲子油气场所 强化观光发展 以及新冠疫情的防疫作为 等八项施政重点 破坏未来的施政方针 花蓮市民代表会 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在主席苏美珠的敲锤下 正式展开 本会第21届 第三次定期大会 今天开议 感谢市长主命 各科市主管列席 11号首先登场的 就是花蓮市长魏家贤 针对109年度上半年 所执行的市政工作 进行施政报告 逐一向在场的市民代表们 进行说明 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争取到 非常多的一个公共建设 在健全道路排水头工程的部分 因应新兴路的支线 花蓮看守所新增联络道路工程 已经完工结案 新增的双向出入口 能够让车辆更安全出入 更针对路面的品质 排水设施 做彻底的改善 保障当地居民的安全 在七楼整坪的部分 还有人行道污水下水道的相关工程 在市区也正进行当中 另外也向所有的代表先进们报告 花蓮市公所近年来 除了将原有的公园进行 转型升级之外 也另辟许多的空间 来打造青子公园 如去年荣获知名青子部落客 所推荐全台十大青子游乐场当中 其中花蓮就占了三个名额 让花蓮市俨然成为 青子游乐的一个友善城市的首选 目前也在国税局旁 针对长颈鹿青子公园 进行新增游具及改善工程 也预计在夏天来开放 未来花蓮市也会持续地打造 符合更多民众所期待的游乐场所 于目前正值新冠状疫情期间 花蓮市公所会继续配合 中央各项防疫措施 力求保持本市灵确者 社区灵确者的传染风险 在防疫期间 本所的各项公共工程基础建设 仍然会持续进行 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摆 期盼所有市民朋友 代表先进 以及我们公所同仁们 都能够一切平安 让我们一起努力防疫 健康地度过这一段期间 市长魏家贤也强调 市政团队将以全体市民的福祉为前提 尽力提升服务品质 以创新及活力来满足民意要求 努力迈向友善宜居 安全便捷 族群共融 观光活力的目标前进 记者许离情 华联市报道